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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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各位先生先生們 大家好 我是摩幾哥 歡迎收看莫名其妙的 這個單位 這位單位單位 大家請回 我要不要不要 啊~~ 哈哈哈哈哈哈 這一次 亂念中的 亂念亂念 這開頭實在太饒舌了 再也念不下去了 亂念 好沒有關係 反正開頭不重要 大家想看的是墨鏡哥的帥臉對不對 看我照相片已經放出一堆流言被打臉打爆了 跟我說帥臉 好沒有關係 反正墨鏡哥被打臉也不是第一天的 我早就被打到 顏面神經失調了好不好 顴骨 顎骨 臉骨 全部被打爆了 沒關係 我還是hold得很好啊 錯了他就要跟墨鏡哥一樣 差不止 有沒有 那今天的主題是什麼呢 哈哈 這個有趣啦 今天我們要講 七個看似非常簡單 但是卻難以做到的事情 那這個事情像是什麼 像哪方面的呢 來 現在墨鏡哥就來給你講一個點點啊 你能夠用你的舌頭去舔到你的手肘嗎 哈哈就是像這個樣子 看起來非常簡單 但是你基本上是辦不到的這種事情啊 現場呢 墨鏡哥就來挑戰一下看看 到底有沒有辦法舔到自己的手肘吧 幹好難 好難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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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去啊 掉了吧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正式開始吧 墨鏡要帶來七個 欸是幾個 我剛剛講了一個 不曉得算不算在裡面啊 啊對沒錯 七個 今天要帶來七個看似簡單卻難以達到的這個小事情 再講第一個事情之前呢我想先問大家 你們現場有人怕癢嗎 有沒有人跟墨鏡哥一樣別人輕輕點到你的腰你都會跳起來 真的 我相信呢應該有蠻多人這個會怕癢對不對 但是各位 你絕對無法搔癢你自己你相不相信 墨鏡哥在查資料的時候啊 欸我還真不相信 別人燒我會癢那為什麼自己搔癢不會呢 於是呢我就自己做了一個動作 我就抓抓自己的腰啊這個肋骨啊或者是其他全身上怕癢的地方 腳底板會找 啊 腳底板會癢啊 喂 騙人 我剛剛看到這個資訊的時候啊我想說 欸這個真的不會癢嗎然後就燒了自己的腰 還真的不會 但是我剛剛這個弄了自己的腳底板 還是很癢嗎 哈哈 咖啡啊 好都不管 搞不好是墨鏡哥自己啊 異類身體異於上 我可以燒癢我自己 哇靠 第一點在打臉喔 看是怎樣啊 亞洲打臉王有沒有 好認真來說一下我應該要把這個 剛剛講的那麼肯定的話修正一下 你呢 應該 無法燒癢你自己 墨鏡哥在做這個腰部的測試的時候是真的如此 我的腰非常怕癢 但是 剛剛是行不通的 欸不過換到另外一個腳底板我又又怕癢了起來 好秉除墨鏡哥這個異於常人的例外 那這個為什麼人會無法燒癢自己呢 這個有一個道理論是說 這是因為大腦在自己的手指碰到自己的敏感 啊 不為自己 喔 我是說這個 怕癢的地方不要想太多喔 那已經自己先建立了一套這個防禦機制 欸正確來說應該是 預防刺激的這個機制 也就是呢 大腦完全知道你接下來要對自己的身體做出了哪些無聊的行為 所以呢 大腦在這個電光鎖之間呢已經先預先模擬出了一套這個身體可能會遭受到的這個刺激反應 所以呢 此時不管你在怎麼搔癢自己你都不會覺得癢了 那我相信這一套理論大概已經被墨鏡哥剛剛自己 這燒腳底癢 可以打破了 身體可能有一些敏感部位 欸 是在我們大腦的管控範圍之外啊 這個墨鏡哥突然想到另外一個可能性了 可能是墨鏡哥的大腦還停留在Windows95的時代吧 太過老舊了 這個老到管不到離大腦最遠的腳底去啊 雖然最根究底 是我自己腦砸 大腦能量不足管不到這個身體最遠的腳底板 所以也才會因此墨鏡哥能夠燒癢自己的腳底板 因為我的大腦無法模擬到腳底板 太慘了 好可憐 這到底是什麼腦殘YouTuber這個樣子 糟糕 那不過呢這個無法傷心自己的這件事情呢 其實還是蠻多科學家在正視它的 就心理學家這個神經學家認為 他這是一個感官銳減的現象 因為自己的大腦呢 已經知道自己接下來身體會遭受到這樣的一個動作了 所以呢他自動把這樣的觸覺給減少了 那因為有這個身體的奇特現象呢 心理學家普羅文就說了 搔癢自己是比智慧還空虛的一種行為 各位 什麼結論啊 好的講完第一個做不到的小事 然後我們來看第二個 第二件事情就是呢 當你把五隻手指頭 蓋在你的桌上 然後呢中指彎舉起來用力壓在桌上 就像這樣這個樣子 哇好像蜘蛛有沒有好恐怖 F coisa 錯啦 言歸正傳 當你這個中指壓住 壓在這個桌上之後呢 Lecture 四血 你會發現你可以指指翹起來 大拇指翹起來 小指頭翹起來 唯獨 無名指不行 誒 究竟是不是真的如此呢 墨鏡哥現場 馬上就來試看看 看看會不會又再一次打臉 看一下看鏡頭 這是的石子翹起來 哎呦沒有問題 可以沒問題 大拇指也是可以 翹得蠻高的齁 很會翹 墨鏡果然是一個很能翹的男人啊 小指也可以 沒錯 好啦接下來無蜜子重偷襲了 他是說無蜜子不行 欸無蜜子 真的不舉耶 欸我只能舉到這樣 我墨鏡哥不舉了 真的只能這樣子 哇老了老了老了 小指都可以翹這麼高 獅子可以翹這麼高 大拇指這麼高 無蜜子只有這樣一滴滴 這個是9點鐘 很可憐 這個好歹有個10點 這個11點 這也差不多11點 哇這9點鐘 太慘了啦 這根本就不能夠用了好嗎 丟掉了 好啦那我先給我自己 親身體驗完的這一個 第二件事情 各位你們怎麼知道嗎 五隻手指都壓在桌上 中指彎曲壓著 你絕對無法 將你的無蜜子 翹得跟 十指一樣高 聽完的時候呢 歡迎各位現場 馬上自己來試試看看 隨處隨地都可以挑戰 試試看 啊 搞不好聽 欸 也是一個奇葩 也可以玩出來 這個不肯的任務 說不定 好啦這樣我們講的第三件事情 這個看世界呢 卻難以做到的 第三件事情就是 你呢 絕對無法 藏著眼睛 打噴嚏 這個墨鏡哥又再一次的講得很肯定了 希望不會被打臉 關於這個都市傳說 那墨鏡哥以前也 有所耳聞 曾經呢我好像也試著想要張開眼睛打噴嚏 但是我以前聽說啊 張開眼睛打噴嚏 可能會把你的眼珠子給噴出來 WOW 那我就不敢嘗試了 不過這個張眼睛打噴嚏眼珠子噴出來的都市傳說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誒我也還沒求證 反正呢這件事情 歡迎大家自己去試試看啊 墨鏡哥現場也還不想打噴嚏 無法挑戰這個都市傳說啦 不過呢 墨鏡哥查到理論 說明為什麼人無法這樣子做 如果刻意的去做也許是真的可以啦 那這個理論是解釋 人在最自然的情況下 打噴嚏都是閉人眼睛的 而這個理論是說啊 在打噴嚏的時候呢 我們的肺部會用一個 秒速16公里的氣體 將鼻腔裡面的異物噴出去 哇靠秒速16公里 我要來看一下這時速相當於多少 秒速16 1分鐘有60秒 然後1小時60分鐘 哇靠 所以時速是 5萬7600公里 真的假的 這個如果墨鏡哥也算錯 我再算一次 秒速16公里 1分60秒嘛 1小時60分嘛 所以5萬7600 對也沒錯耶 這相當於我們的肺部 又用一個時速5萬7000公里的氣體 把鼻腔裡面的東西噴出去 喔齁齁齁齁齁 我們人在這裡有那麼強喔 不可惜 不過剛剛墨鏡哥自己計算的這個結果 可能會有一些差異啊 就是呢 我們這個肺部把氣體噴出去的這個 這個過程中啊 那個速度可能會衰減 所以到了鼻孔噴出去的時候呢 其實時速應該是沒有到那麼快 要不然這個時速5萬7 我真的是有點難想想 哈哈哈哈 太恐怖了吧 這後座力應該會很強吧 我們要打一個噴嚏自己 直接後空翻一下 塞到地盤 這個有點扯啊 好啦 再來就是墨鏡哥聽過 但是最想挑戰也沒挑戰的 一個難以做到的小事了 使喬球時快 也要難當他們用意了 優惠主要外天章 by bwd6